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EQ,鸡蝴蝶兰 这个非常漂亮的鸡蝴蝶兰是粉色系列的 那这个是跟人家买的个体 是很会长高牙的个体 你看这里长高牙了 那它还在开花的状况下就长高牙 那这个个体是蛮特别的个体 它是那种粉粉的颜色 鸡蝴蝶兰是夏天开的蝴蝶兰的品种之一 所以最近刚好进入它的开花季 刚好跟其他的蝴蝶兰的开花季不太一样 有些蝴蝶兰的开花季在春天 那这种春天开完以后 夏天就不会开了 一年就开一次 那鸡蝴蝶兰是一种很会开很会开的品种 基本上从夏天就一直开一直开 开到秋天左右的时间 那这也是有时候你种一颗 那种一两颗这种夏天型的蝴蝶兰 是蛮有趣的 夏天开 缺点就是开的不是这么久 但是它是续花性的 你看它这个花梗越开越长 这是它的花梗 从这样像上来一直开一直开 越开越长 那它这个个体的颜色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大部分不是这个颜色的个体 我们勾度了 大部分不是这个颜色的个体 大部分颜色个体跟这个差蛮远的 那这个是那种粉色型的个体 EQ有非常非常多的个体 有很红的 像什么A1系列 什么A系列的 B系列的 那类型的就很红 然后也有什么松野系列 就是不同颜色系列 那像这个就粉粉的 其实是非常可爱的 我觉得是非常可爱 当然在花室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什么 三层半的个体 或是其他型的个体 都是经过选择以后呢 然后挑出来的好的个体 再去做分身 做繁殖 那但是其实基本上 像这一颗就是不是那么好闻 因为EQ有些的花 不是那么好闻 像这一颗有那种小强味 对就是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它味道不是那么的疑人 就是粉扑粉扑的味道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那种 不是很好闻的味道 虽然它看起来很好看 那但是呢 其实就是夏天 其实这种开花时间不是很长 开完就掉 开完就掉 那开完就掉以后呢 它再继续开 那并且如果你这个花梗留下来 花梗不要剪 留下来它就会从上面长这个小芽出来 像这个就是小芽 对不对 等它放根了以后就可以剪下来种植 当然环境会影响它长不长高芽 其实蝴蝶兰如果你环境的湿度要高一些些 它比较容易长 如果太干 像我顶头比较干 它就不太会长 那为什么这一颗会长呢 可能是我它放在加湿器的附近的关系 我觉得啦 放在加湿器的附近 它感觉比较潮湿 那这时候呢 它的空气湿度比较多的时候 它就长高芽 像这个就是高芽 因为有些其实都说很会长 但是我这边就不长 那当然EQ有少数个体是一年都在开花的 我有一颗一年都在开花 那现在也正在开 前一阵子才把它花梗剪掉 它现在又来花 真的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如果一直开 一直开一直开 其实它的植株不会大 因为它的养分全部都送去开花了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问题点 那几乎蝶兰呢 其实就小小的 很可爱哈 如果基蝴蝶兰去交阿婆 就会形成一个很特殊的品种叫 intermedia 中间蝴蝶兰 这两个就是在野外天然杂交型的个体 就是在菲律宾 所以人工其实也有很多的intermedia 它就是这两个去交配的 而且它后来现在夏天开 因为它有EQ的血统 EQ血统其实就是夏天开的 虽然阿嬷那一类是在春天开 不过它会产生那种夏天开的蝴蝶兰的样子 而且千变万化很多种颜色 像我手上搜了也蛮多种个体 有红的有特殊的颜色的 那它的花会比这个EQ再大 再大很多 有点像阿婆很大 那EQ很小 所以它刚好借在中间点 中间点 那这颗呢 就是给人家买的一颗 你看这颗 它其实长很多高牙 你看这个 这是它的盆子的大小 你看这也长高牙 所以呢它算是很会长高牙的个体 就是这一颗 那这一颗开起来就粉粉的 还蛮可爱 而且它花很多 目前我还在思考办法上版 因为我这边不上版 其实不是这么的好种 那上版以后呢 像我这边还有其他EQ在开 那个花色就差很多 像这个是这个嘛 粉色的 像这个 这个就是一般版的EQ 就长成这种颜色 但是其实呢 它只要有那种湿度环境 都还蛮好种的 EQ其实我觉得它比较怕 还是一样 是怕那个 红蜘蛛啦 如果你红蜘蛛 避得好的话 其实它是长得还不错啦 好 感谢你的收看 今夏天以后 就没有什么兰花在开了 不过EQ是一个 很特殊的品种 刚好在夏天开 其实很多的 东南亚的 珍奇类的 也都在夏天开 那EQ就算是其中一种 好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